大家好,我是唐平哥 今天我们来梳理一下见证大V 米哈游,盈盈盈 见证被国安抓捕的故事 他为什么被抓的 他现在是什么状态 对我们翻墙的人有什么启示 下一个会不会轮到唐平哥了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米哈游 他在B站拥有37.4万粉丝 在油管呢,也有7.8万粉丝 他视频播放量最高的代表作 就是见证人物制系列 介绍了姜文,王志安,多伦多,方连这些人 我研究了一下米哈游的视频尺度呢 相对的讲还没有我的大 我主要考虑很多问题 出发点或者落脚点 最后都在经济 那难免对我党的一些政策不满 对肾上制打财数也颇有微词 米哈游呢 他基本上对肾上都是避讳的 对当朝的政策也基本上没有设计 就如同他的自我介绍 普通爱好者并没有很高的理论水平 只是希望扮演一个初学者的引路人的角色 所以米哈游一直对自己的尺度也非常有信心 他有一句名言 说自己的塔学水平很高 但是呢 没想到被击中的是铁拳 这一次对米哈游出手的应该是国安部门 而不是网信办 主要判断是 他的B站账号还在 也可以关注 他的所有的视频也都在 如果网信办一出手的话 他的号基本上就没了 但是米哈游从7月失联至今 那只能是国安出手 米哈游至少有两个严重的失误 我们先说他一个小失误吧 他在墙内B站和墙外YouTube上都有账号 但是呢 他用同一个ID 一般选择这样做的人 通常是会远离政治相关的议题的 虽然米哈游觉得自己的塔学水平很高 他自认为他的内容在红线之内 但一旦有体制内的小官僚 拿他来充业绩 随手就捏了 人是透明的状态 这种情况下 他的生存只处决于铁拳的仁慈 我觉得他几个月前被抓的主要原因呢 其实是在discord上建群 他的内容还真不至于国安对他出手 但是他在境外建群 这就违反了我党的大机会了 他discord上有两个群 第一个是他的核心的粉丝群 第二个是建政大舞台 大舞台 听说总人数最高的时候有7000人 而且建政大舞台进去的时候 还要写150字的申请 就像入党申请一样 然后进去每个人要选择一个身份 然后呢 这个大舞台有详细的组织架构 有行动纲领 在米哈游心里 他这两个群 他觉得是一种政治实践 并且他在这个群里面 也严禁一些极端言论 比如说知 处 涉及辱骂之类的 我想米哈游可能是觉得自己 在给自己寄安全带 但是呢 铁拳不会认同他这些克制 铁拳也不会讲武德 7000人以上的大群 对他们来说 存在就是最大的隐患 早在2023年11月份 一个和米哈游 曾经有一点小过节的up主 魏明子就举报过他 声称大舞台这个群 是反华反动组织 魏明子举报之后呢 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当时米哈游 就已经被记录在案的概率比较大了 2024年5月份的时候 大舞台的不少群友就反映 他们接到了群内的私信 都是询问 这个群是做什么的 你认识谁 类似于这样的套话 当时有不少人怀疑警方已经部署 因此5月份就有不少人消耗退群 六四之前又有一波奇怪的新人 就像之前说的大舞台入群 要写150字的个人观点的申请 然后呢 当时申请入群的人都是套路式的小作文 我小的时候是粉红 长大之后认识到社会又变成自由派 想加入讨论政治 这个时候就造成了一轮的恐慌 然后很多活跃的群友 要不隐退 要不直接离开 米哈游这个时候就完全的退出了大舞台了 并且他删除了之前的所有的发言记录 但是此时切割已经为时已晚 事实上早在几年之前 我党就对国内的这种群组的管制特别严格 对国外的一些群呢 他们只是鞭长莫及 无能为力 国内很多案例都是在群里面说一些出格的话 然后就被抓了 甚至判刑 我也发过相关的视频 那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而且还不止一起两起 是非常多的 只是很多案件 其实是没有公开 流传不广 动不动就涉及颠覆国家组织 过去几年 其实很多学校和企业 大量的关闭微信QQ群 因为很多时候群主对群内成员 发布的内容都要负一定的责任 如果群内出现违法敏感之类的 政治相关的信息的话 群主可能被追责 所以有几年 大量的这个群被关闭 虽然很荒谬 但确实是现实 在境外建群还不受监控 还有行动纲领 铁拳早就咬牙切齿了 所以翻墙出来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 个人信息的保护 加86的手机和QQ邮箱注册的账号 更是要慎重 尽量不要乱发言 乱家群 难听的 想说的话 唐平哥来说 你们就多点赞 点赞越多 我进去的越快 7月27号 米哈游到广州参加 林高启明 15周年的书友会 其实我党对书友会 也一直非常紧张 毕竟书友会 意味着有组织 有文化 他们一直担心 有人模仿图书管理员创业 7月28号 米哈游在知乎海 赞同了几篇回答 自从7月29号起 米哈游就失联了 在知乎B站Discord 一直常玩的新穷铁道游戏 都没有动态 失联之后 粉丝群就出现恐慌 大规模的退群 粉丝群和见证大舞台 这两个里面的群友 大规模的被约谈 被询问使用VPN的情况 以及和米哈游的关系 还有大舞台 这个群里面有什么 这些问题 并且大舞台有很多在新加坡 台湾 英国的群友的父母 被致电 要求不要在境外网站乱讲话 同时很多群友 接到了喝茶通知 有一位群友 在入住酒店的时候 直接被警察敲门 询问了解米哈游的情况 一位喝完茶的群友 返回之后表示 警察询问了他的账号 并答应出了他的不法言论 让其确认并交代相关事项 在写保证书 不再接触外网内容 2024年8月20日的时候 也就是失联后的第三天 当时和米哈游 有一定私交的一个up主张北海 就在评论区回复网友说 米哈游人没事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付出 但后续很快 这条回复就被删除了 张北海声称是B站删的 后续同样有人询问 和米哈游 有一定私交的制针视频 他说米哈游9月初 又出来了 但是呢 还不能在网上发东西 但是从9月到现在 又是两个多月过去了 目前网上还没有 米哈游和外界有联络的消息 甚至他的游戏也没有顿路过 而且他 我想他作为这一次 国安专项行动的主角的话 两个境外反动大群的领袖核心 虽然这两个群 可能都不是他自己建的 但是从国安角度上讲的话 我觉得他不是那么容易被放出来的 我个人倾向他还在被积压中 或者类似于积压的状态 或者他的全部设备被没收 被警告 不能以任何方式和外界联系 现在的米哈游应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我想米哈游可能还是太年轻了 毕竟还是一位大学生嘛 没有认清我党的底色 其实涉及执政权相关的 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都是肮脏的 不讲道理的 但我不认为这些是米哈游的问题 我也不认为这些存在就是合理的 现在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 我党不断高压的政治环境 不断收紧的舆论空间 但是现在的文明社会 政治的高压和繁荣的经济 我觉得始终是互斥的命题 把政治作为自己的禁乱 精英富豪们也不可能有安全感 留下了可能都是润不走的唐平哥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